立法院新的會期要開議了 行政院呢 現在已經把這個114年度的總預算案 送到立法院 但是呢 這個由五黨籍立委高金素媒提出異議 最後是在藍白的聯手之下 59票贊成46票反對 現在呢 總預算案已經被退回到程序委員會了 好 當然其實在這個 立法院的過去一個會期 藍白合作 其實成果算是蠻豐碩的 當然在新的會期開始之後呢 藍白的合作現在也備受外界的關注 我們先來看到立法院長韓國瑜 韓國瑜出席國民黨研討會的時候呢 他就有提到蠻多的金句 他先說呢 好男人像一鍋湯煮熟了就喝下去 他說呢 洪孟凱這鍋湯才剛剛煮熟 怎麼就被端走了呢 黨團幹部的培養不太容易 好 六個月摸索剛剛成熟 就換另外一位書記長了 但是他有期許國民黨 能夠當中華民國最勇敢的捍衛者 勉勵國民黨立委心中要有愛 要保護中華民國 美麗的台灣 中華文化還有自由民主 好 當然在這個立法院的工坊 我接下來請教 先請教一下立將軍 你怎麼樣看這個部分 現在呢藍白聯手 然後直接把總預算案退回程序委員會 我覺得從這件事情我們就看出來 為什麼賴伊心德那麼急著 這個要把立法院 然後要送這個到大法官來做事先案 如果說是這次來講 曹小野大的一個狀況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就很現實了 你根本你所有政策 如果立法院來講 你沒有獲得多數的同意 你根本就過不了 但是關鍵在什麼 關鍵在這個民眾黨這個八票 民眾黨八票其實是關鍵的少數了 那你現在來講你又要鬥爭 從之前先鬥爭這個自己的蔡文菜 緊接著你鬥爭柯文哲 那我們可想而知 這時候民眾黨那八票 絕對是不可能跟你來講做一個合作 我覺得如果說是總預算案來講的話 其實關係到明年我們國家一個政策一個執行 然後這經費怎麼樣來做分配 其實如果說一開始就把你退回來的話 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商量的一個餘地 通常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總預算案應該來講的話 之前我們在討論細節哪一項 這個可以刪哪一項不可以刪 我覺得每次都這樣 當然免不了有一些作秀的場面發生 但是我覺得像今天這種 就一開始開議的第一天 就直接把你總預算案退回 這種情形是以往來講的話 是比較少見 那這個也證明說是這次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台灣 如果說是執政跟在野兩個黨 如果沒辦法協調來講的話 未來這四年台灣可以說是一事無成 從這件事情我們就看得出來 那我相信這只是一個剛開始而已 緊接著暑假已經放完了 對不對 正式開始開議了 那後續來講一直到年底之前 這段時間在預算案的審議過程之中 一定會有很多的這種 這個在野跟立法院的一個對抗 那除了這次我覺得總預算案 被退回之外 那後面還有很多大的案子 大家等著再看 第一個人事案對不對 NCC這些案子你要不要過 對不對 這個大法官 後續來講的話 這司法院院長 尤其是副院長 這個爭議性很大 那我想說在這種狀況 這只是一開始只是牛刀小事 後續還有很多大的案子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覺得今年來講的話 不要說今年 往後四年 應該是這方面來講的話 台灣我自己是很悲觀的研判 說是一事無成 那難怪賴清德 那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明年來講 他勢必如果這種情形 在賴清德的看法裡面 他明年一定會發動一個大罷免 整個立法院叫你們重新改組 然後看可不可以有機會翻盤 然後綠營就重新執掌 立法院的多數 才可以有利他以後的執政 不然的話如果說是明年 他沒有實施重新的一個大罷免 重新改選來講的話 我覺得賴清德是一定 恃不罷休的 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 台灣來講賴清德 自從520就職到現在 他跟對岸也鬥 跟在野也鬥對不對 甚至於跟自己黨內也鬥 然後這種鬥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台灣是 這四年是應該是沒有好日子可以過 我接下來問一下亮哥 你覺得在新的會期當中 藍白合作的態勢依舊是不變嗎 當然可以預期的 像是民眾黨可能會著重 這個司法委員會 那國民黨方面呢 你覺得有哪些這個官員 可能會被他們鎖定 國民黨我覺得重點會 這個人事案我覺得到10月都不會排 程序委員會就卡住了 那卡總預算這個是很正常的 你邊那種爛預算我為什麼要通過 因為你只要副委了 他就到各委員會去了 你那個杯葛力道就沒那麼大了啦 因為就變成是各委員會去主審嘛 那你如果在程序委員會就是在 副委的時候就直接在院會卡住 那那個才能夠凸顯出藍白合作的意志嘛 結果今天投出來就是59票啊 所以我認為這個動作是絕對必要的啦 這個案子上是金樹梅提出來的喔 那意思就是你就回去重編吧 不然就來談啊 15億宣傳會你給我3到 先3到10億 不然你就不用送了 這個叫做你要先談大的啦 提出主要的條件啊 那比如說你那個光電預算 編到2030你要編9000億啊 那你說明人員政策啊 我是覺得一定要這樣幹啦 不然人家凸顯不出你的 那個藍白的那個監督的基調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動作是做得非常漂亮 那為什麼過去少見 蔡英文就過半了你當然不見啦 以前哪有這種事對不對 以前事實上是陳水扁 時代才有所謂草小野大嘛 陳水扁是拜訪國民黨主席 拜訪立法院院長 甚至拜訪國民黨立院黨團耶 那新的都現在有拜訪過誰啊 那你既然那麼高調那大家都來啊 你那個總預算被卡住不能復委 看你要不要來拜訪別人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動作是 百分之百必要啦 那至於接下來 我覺得民眾黨一定會先著重 這個司法委員會這是必然的啦 那我覺得他們大概現在逐漸從小白兔變成這個 我也不能夠說立刻變成像立文這麼厲害啦 可是他們現在逐漸懂政治了 就有一些議題就是要很大聲一點 做動作要做大一點 那接下來再來談 比如說我舉例啊 比如說張祈凱 張祈凱我們都認識超過20年啊 以前多勾矣啊 那現在講話都越來越像是個政治人物 比如說他那天就講到 那個宣傳費15億 他就說我就砍到零啊 你再來談啊 我跟你講你對民進黨 你一定要做這樣的動作啦 那至於國民黨要不要跟進也不一定 因為民眾黨一定會比國民黨激進啊 因為他們現在是同仇敵愷 那他對監察院也很有意見啊 因為他的超私他要做調查啊 結果調查案那個調查權被沒收罵 結果監察院對超私竟然只做一個糾正 把他氣炸啦 所以我現在只是舉張祈凱做例子 其他人我還沒講 所以我認為他一定會就這一些 有關司法的部分 比如說黃國昌半年前就質詢過 檢察總長邢泰昭啊 那個時候就是談偵查不公開 邢泰昭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他感到痛心疾首 所以黃國昌就說你痛半年 有沒有結果啊 所以我認為他們一定會有在這些方面都會有動作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高潮是 柯文哲兩個月要延壓的時候 如果那個時候我們假設啦 金流對價還是沒找到 那到時候裴檢怎麼處理 也是在這個會期嘛對不對 那國民黨我是認為啦 因為國民黨畢竟是最大在野黨 我認為光電預算一定是重點 那國民黨可能會附加很多東西啦 就是人員政策的辯論啊 為什麼光電弊案都不辦啊之類的啦 那潛艦預算可能也會有人有意見 因為最快海事是明年10月 隨時還會有變卦啊 為什麼要記得進兩邊 這你要做個解釋啊 就賴清德恐怕要 直接承認就是美國施壓吧 恐怕到時候AIT就來立法院 我是覺得大概 因為這兩筆預算是最大的啦 那其他至於這個 顯然就是為了執政目的在編的 這個政黨自己的預算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就要努力去找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看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市民組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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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入小道路 市民組版主義